公式牛车来去 17、18集分别播出两位媳妇的遭遇 地主媳妇米可白 向杨烈抱怨借父生子之事被传开 她寂寞委屈 可以忍但这不能忍 下一集则是三姑六婆酸电脓媳妇 安欣雅不够贞洁 竟然去被借父生子 这表现出台湾过去无论社会阶层差异 社会普遍对媳妇这种角色的期待 包括 1.好好照顾婆家的孙子 2.为了这个任务 必须弃自我 这种社会压迫 从地主媳妇米可白 对地主杨烈的对白可以发现 米可白说了几句话 尽我媳妇的本分 抚养成家的后代 不管多么寂寞多么委屈 难怪 台湾人说好野人的饭碗男朋友 这个豪门媳妇米可白的一生 应该说非常悲惨 甚至比安欣雅还惨上好几倍 固然物质生活可能很好 但米可白一生的期待 全放在这个王府的肿 自我期待 自我成长都必须完全放弃 这由现在许多台湾豪门媳妇婚后 就必须变成全职家庭主妇 以下一代豪门子女成就 当成自己成就可知 地主媳妇米可白 甚至在感情上也完全失败 当她与电动媳妇安欣雅 研究丈夫博文为何原因出去 而不幸被打死时 安欣雅必须欺骗米可白说 博文是来与安欣雅 一刀两断的 但事实刚好相反 换句话说 米可白所谓媳妇的本分的姻亲关系 其背景非常虚幻 一来丈夫生前已经一清别恋 二来儿子与她无血缘关系 三来她非常寂寞与委屈 却要坚守媳妇的本分 如果说牛车来去中 目前为止最悲惨的女性角色 就是米可白了 其次电动媳妇安欣雅其福早死 社会上的三姑六婆闲言闲语 以我看来就是羡慕 嫉妒 恨 就算安欣雅丈夫没死 她怎么样又关这些人屁事 台湾文化管到人家家里去干 什么 更扯的是 人家都死丈夫了 就不能信自主吗 对方的配偶米可白都同意了 旁人说什么闲话 但是 这是过去的社会观念 所以三姑六婆说闲话 很扯的是 他们扣上了安欣雅的一个大帽子 是真洁女子 台湾文化对真洁的要求 其实非常神性 就像台中的大甲镇蓝宫中有真洁妈 其网页说明为 生于清乾隆四四年 1779年的真洁妈林春娘 原是大安乡中庄人士 小时候因为家贫 送给大甲三角接口瑜伽当同养习 12岁那年 丈夫于荣长17岁 经商不幸溺斃 林春娘虽未成婚 却不再嫁并孝顺婆婆 而名扬乡里 道光十三年 林春娘 年55岁 乡身刘献廷转成淡水听同志 报请金表 建牌放 燃音家贫 无法筹措经费 辞至道光29年 张刚任职大甲 得淡水同志黄开机 新竹林战梅率先捐营响应 才俊宫 清同志元年 1862年 台中四张黎带万生率重作乱 不将王和尚 林日成三次围攻大甲城 断成水 林春娘三次起雨 接林儿结为 台湾女人网站 对这段描述 认为不够完整 除了在大甲林市 1778到1863 与贞结排放一文 详述当年才12岁左右的林春 小小年纪 便开始手挣着日子 林春的父亲林光辉 没有要求女儿 驯服或守洁 反倒希望接她回家 但林春不忍心气婆婆 有情有义的终身侍奉婆家 并且照顾眼盲 必须被长照的婆婆 又因为身为具有德性的妇女 并且为大甲城祈求天降甘霖 三次成功 而受民众感念 作者说 林春遵守礼教 超自然的光环 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冰冷 历久不悔的牌坊 更展现出一个活泼的女性生命 为人称道的 不应该是刻板的遵守贞洁孝道 而更是在艰苦的际遇中 百折不挠 积极求生 运用智慧 才干与行动散发出的光彩 与风华相对的 牛车来去 或导演李月峰 是否也是要及有此剧描绘出 时代女性在艰苦的际遇中 百折不挠 积极求生 运用智慧 才干与行动散发出的光彩与风华 但以我的看法 这实在太辛苦 其实也不人道 现代的台湾人 不晓得能否理解 以前这些女人的宿命 但肯定只有极少数 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了 Blackjack 2023年3月12日